吴敏城杀人案之后呢 最高法院生死辩论庭第二响 这次以吴启豪家暴杀父亲案 展开死刑的辩论 而且全程公开 就是因为在枪决六名人犯之后呢 废死的议题吵得是非常的火热 但是大多数的民意呢 其实还是赞成死刑的 这也让政府机关呢 现在感觉上好像比较硬一点 站在死刑存在的这一方 一连好几身枪响 在玛雅预言所说的末日这一天 防部枪毙六名人犯 外界对于末日枪决出现批评声浪 这也让最高院针对死刑犯 逐一展开生死辩论庭 吴启豪家暴杀人案件 这个部分呢进行准备程序 最高院的生死辩论庭 在杀补习班老师的吴敏城之后 第二个轮到杀亲生父亲的吴启豪 2011年1月 因为父亲的一句 你为什么不去工作 吴启豪嫌他唠叨 用铁锤敲打父亲头部 当场惨死 事后追杀妹妹想杀人灭口 把妈妈吓得发病过世 高院更衣审判无难死刑 但渐变双方针对吴启豪 符合自首要件 依法规定得减轻刑度 但杀害直系血经 最佳一等 到底该判死和人权 该如何取舍 除了依法行政之外 我们还要尊重名利 法务部强调依法执行 就连总统马英九 也出来澄清 废死不是未来政策的走向 大多数民意站在死刑这边 让政府也偏向执行死刑 但外界不敢轻忽废死议题 想要在死刑上改制 恐怕还是漫长之路 宣讯侯正伦 吴一轩台北 采访报道